2018年第一季的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 综合营商指数连升两季达到49.4 初两年半来的新高 反映中小企逐步建立了营商信心 综合营商指数的五个分项全部上升 除了招聘意向之外 投资意向也都转趋正面 行业方面三大行业分类指数都上升 前景慢慢改善 今次的调查结果几令人鼓舞 意味着香港的经济 在2018年有机会有不错的发展 环球经济稳固增长 多个国家的主要央行有限度收紧货币政策 和中国加快改革的步伐 都为本地的营商信心打造一枝强心针 中小企预期销售额和盈利都有好转 反映实质的业务应有改善 而正面的投资意向也都代表着中小企 慢慢恢复对香港的长远信心 种种的因素都有助提升香港 面对美国联储局进一步加息 又或者就是地缘政治局势 转出紧张等等的风险的抗余能力 调查探讨了中小企面对的人力资源问题 大约12%的中小企预期 今年的固员流失率会超过5% 接近三成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 面对市场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中小企可以将一些重复和低技术的工序 用自动化设备或者资讯科技系统取代 舒缓基层员工人手不足的问题 至于技术人员和专业人才 企业就要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 培训专才和提升竞争力 生产力局最近成立生产力学院 提供全港唯一的企业学院顾问服务 帮机构成立企业学院 建立系统化和可持续的专才发展 应对科技和市场转型的挑战 渣打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 由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和生产力局合办 每季透过问卷 了解香港中小企对营商状况的看法 调查报告可以在SME1网站下载 想知道更多营商提示 快点找SME1大使聊聊